大家好,欢迎来到巴山音乐课程系列的 手蝶之敲锅大法的第一课 我是巴山老师 很多朋友看了我在B站上改编的很多的手蝶的曲目 觉得非常的喜欢 在这里呢也向各位说一声谢谢了 那么同时呢很多人会来问我说 这个他们觉得自己这个手蝶 也看了很多的网上的教程 也仔细的跟着视频去打了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呢 位置可以记得很清楚 但是声音总是打不好 关于这一点的问题呢 很多人认为说 哎呀说你是你的蝶太便宜了 你买个几万块的随便敲 就会敲出好声音 那么答案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告诉你说不是的 因为的话呢就是蝶它任何一个约期都是一样 它是有贵有便宜的 这个呢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 亮丽而行就好 但是呢你的手法 敲击的手法它其实是很大程度上 决定你的音色够不够好听 因为不管你是用几千块的叠 还是几万块的叠 我们的第一要素就是说呢 能够激发它最好的一个表现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激发它的表现力呢 好我们现在就从这个 手的敲击的手型开始 在手的敲击的时候的话呢 很多人会做这么一个过程 就一开始的话呢 是整个手去打 好我们在第一课呢 先用定音为例啊 就是整只手的打打 然后的话呢 它会学着用拇指的内侧去打 嗯 之后的话是食指的分离 这只手指 再之后呢 中指的分离 好 无名指 嗯 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可能就会觉得 哎呀 怎么可以把手指都拆开来打呢 对不对啊 这个是要走过一个多长的一个 一个过程呢 在这里的话呢 八尚老师告诉你 很简单 只要你跟着我的教程来走 我相信你 大概应该就是有个十几课吧 就可以把它适应做得很好 在这里的话呢 也给大家讲些 平时会容易出现的问题 因为我是做 线下教学比较多 我见到过很多的 各种奇怪的 难听的手型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点 从姿势上来讲 手指的发力 无非是通过手腕 小臂到大臂 那么到你的双肩 所以呢双肩要平 手臂的话呢 自然的放在两侧 自然放在两侧呢 注意不低 不能加紧 对吧 第二 不要架起来 中间的距离 左右各一拳的位置吧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呢 手臂的话 它是贴着盘面走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把它请起来 很多人上来打就 这样子很难看 声音很难听 自己的话呢 手都会打得非常的疼 有的人的话呢 手都打到发黑发紫 这点是不可举的 好 我们还是以打定音为例 手臂沿着你的盘面 成一个倾斜的状态 然后呢 注意的 最重要的要是 就是手腕 手腕千万不能拱起来 只要你的手腕 是这样子的状态 你就一定打不好 好 手腕把它压下来 好 再打 这样子来 然后再注意 你的手抬起的方向 因为打击乐 打下来是要抬起来的 对吧 这样才能让它的声音 呜 离下的出来 手抬起的时候 请让你的手指尖 向上先行离开 注意是这样的 这样的离开 千万不要反过来 很多人会这么打 这样子的话 你的声音就一定不好 所以在你练蝶的第一步 先不要管你打的是神明 请你把你的手型做好 手指先离开 手腕压下去 手臂压下去 对 抬起 自然抬起 好 另外的话 有的人会把手夹得紧紧的 我感觉他全身的力气 都集中在这个手上的 这个手指的夹紧 这件事情上 所以他打的蝶非常的紧张 我觉得这个蝶 都被他带的非常的紧张 所以呢 要放松你的手 把力量自然的贯通 手腕压下来 手指先抬起 为了加强你的放松 你可以把手指先张开一点 张开一下 对这样来 好 仔细听他的声音 好 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 手腕压下去 手指尖先抬起 手臂自然的放松 贴合于你的蝶面 哎 好 保持这个姿势 对 好 左手 右手打完了 打左手 对吧 左手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 当你觉得你的定音打得不错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去打其他的音 对吧 先用还是用整手的方式 左手 这样的话呢 反复的练习 注意一下这里要强调 就是说 如果有的声音 让你的手非常的痛苦 让你的手感觉到疼痛 那么这个时候 老师想告诉你就是一定是你的发力方式 过于僵硬 让你的手疼痛的音 那它一定不是好音 好的音的话 一定是你的叠 和你的手指在情投意合的情况下 所产生的碰撞 这也就是说 每一个声音的发出 是要用心去打的 好 那么今天的第一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先能够用你的叠 发出一个好听的声音 我们下一节课呢 继续再为大家讲更新的内容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一粉丝群 进来的话 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随时在一起交流 欢迎您的关注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